Hello 大家好 最近几年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的抗老意识越来越强 抗老界有一句名言是 抗氧不做 抗老白做 很多产品也都输打抗氧化 今天这期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抗氧化究竟是在抗什么 以及我们的皮肤为什么需要抗氧化 想知道什么是抗氧化呢 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自由基 自由基其实我们细胞正常生化过程的一个副产物 但是它们特别不老实 动不动就去抢别人正常分子和正常原子的电子 来让自己保持稳定 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简单称为氧化 自由基本身在我们机体中是有它们正常的生理功能的 但是过量的自由基是会攻击我们正常细胞 产生氧化应激反应的 是可以说是其他细胞的一个杀手了 那我放这张图就来帮大家很直观形象的了解一下它们的攻击性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皮肤为什么需要抗氧 像我们每天外面的紫外线 还有外界的污染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及我们每天生活工作 以及不开心带来的这些内缘性的压力 都会加速自由基的产生 那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导致我们体内的这个氧化和抗氧化作用的一个失衡 它们呢是会促进基质金属蛋白酶MMP 就之前提过好多次这个坏人的表达 并且呢破坏我们胶原蛋白的结构 加重我们的活活反应 而且加速衰老 所以我们皮肤的一些暗沉 松弛皱纹等等问题就会找上门来 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抗氧不做抗老白做 既然老化很大部分是这个自由基搞的鬼 那我们就要抓住这个问题的源头 简单来说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入手 第一个呢就是阻止多余自由基的产生 以及第二个方面就是消除多余的自由基 落实到我们生活中呢就包括了做好防晒 然后养成一个正常的生活习惯 远离烟酒以及保持好心情这些 同时呢外用一些抗氧化的护肤品也是至关重要的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抗氧的鼻祖品牌修理可了 今天就浅浅来扒一下他的创始人呢是杜克大学的 皮肤病学的教授Sheldon Pinel 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就在光老化胶原蛋白合成 以及外用VC和其他抗氧化剂这些方面 而且他本人也是被称为外用VC之父的 就说到这儿这个品牌背后真的是有非常扎实的科研背景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就安排一期申巴系列 在Pinel教授的带领之下呢修理可就研发出了 护肤界VC抗氧体系的黄金标准 这个真的是有专利和人体数据研究报告的 在08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 15%的原型VC加1%的VE和0.5%的阿胃酸 这个配方体系呢是能够显著的有抗氧化 而且防护光朗化 降低紫外线诱导的活活反应 而且呢杜克的这个黄金参数 它确保了VC的稳定性 以及透皮吸收率达到最佳 所以这个黄金比例呢后来也成为了不少VC产品争相模仿的配方 于是他家就研发出来了这么一套专业有效的日夜抗氧组合 白天抵御外源性的抗氧刺激 夜间呢激活细胞内源性的自我修护 白天去抵御刺激靠的是这瓶CE的抗氧瓶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抗氧精标准 这个可以说是成分党的真爱了 大家看这是我之前的空瓶 它的质地呢是这种比较清爽的水样质地 就我们白天的时候出门用它再用一个防晒 就相当于给了我们皮肤超强的防御和抵御力 而且用它呢能明显感觉脸到下午晚上的时候也不容易暗沉 这套晚上呢用的是这个REB的熬夜抗氧瓶 它里面含有的是1%的白鲤卤唇和1%的VE 加上0.5%的黄金干 是通过激活我们皮肤内在的抗氧防御通路 增强我们皮肤的抗氧化力 同时呢还能在夜间的时候修护我们皮肤的氧化损伤 它的质地呢是这种淡黄色的凝露质地 吐开呢也是这种比较滋润不粘腻的腹感 这套日夜抗氧组合搭配使用呢 我们皮肤的紧致度以及光泽度都会有所提升 而且它淡纹细腻皮肤的效果也很好 是属于那种细水长流的类型 我也是查了它家不少的一个科研的背景的 我觉得修力可它的这个抗氧修护产品我是特别认可的 而且就抗氧效果来说 它们更是有数据验证和消费者的实际效果的 就这么说来其实我是非常认可我们专业期刊发表的一些论文和研究数据的 那好啦今天的关于抗氧化的分享到这就结束啦 我们下期见拜拜